好 來看到了目前在台北市內湖去的室外即使影像 其實今天內湖天氣還是不太好 持續的下雨當中 不過這個天氣即將要回穩了 更多的天氣資訊 我們要請立岡哥來告訴大家 大家早 在現在早上的這個時候 你要出門的話 還是要特別注意 清晨的溫度仍然是比較偏低的狀況 外出騎車穿著方面 一定要特別的注意保暖 那我們來看看一些在觀測上面的資料 從昨天到今天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溫度的形態來說 在整個北台灣溫度仍然是偏冷 像在這週四的清晨 北部的淡水的溫度仍然也只有在12到13度 最主要就是強的冷空氣影響 冷氣團的影響層面來說 到今天的早上的時候 開始要逐漸的減弱了 雨的部分 華南水氣也要減少 所以我們的江雨狀況 會由南往北而逐漸的停下來 昨天的雨量圖上 可以看到整個降雨狀況 主要就是在中部以北 那天氣形態來說 海邊的陣風今天仍然偏大 昨天最大的地方 就在藍雨有達到10級的陣風 今天的風力會逐漸的由8級降到7級左右 所以風力部分也隨著高壓 東移出海而開始減少 禮拜五開始 明天開始 我們就持續晴朗的好天氣 有6天的時間 228的連續假期好天氣 你記得安排戶外活動 我們就來看一下彩色雲圖了 雲圖上面可以注意到 水氣的發展在週三的時候 非常的明顯 整個江雨的形態 在江以北都有雨 到了週三晚上的時候 水氣量正在逐漸減少當中 而在大陸的華中地區跟江南地區 還是有雲帶正在東移 但是整個水氣的厚度 跟水氣的發展量減少了 因為長城輸送從印度洋 過來的水氣量來說 已經正在減少當中 這也就告訴大家 這一波的華南水氣的影響 將要逐漸的結束了 不過天氣形態來說 要提醒大家還是要注意 北方的冷高壓在早上的時候 雖然東移進入到了黃海 到東海的位置的時候 風場開始要變為偏東北東風 但要特別留意的就在於說 溫度形態來說 在早晚仍然比較偏冷一些 雨的部分在這週四的時候 由南往北而逐漸的停下來 那就來看一下地面天氣圖了 今天晚上的地面圖上 可以注意到高壓 逐漸的進入到東海了 冷空氣強度釋放完畢了 明天禮拜五開始的話 晴朗的天氣 溫度形態來說白天上升 早出晚歸騎車要保暖 接著二二八的三天的假期來說 西部地區天氣晴 夜晚中南部容易會有薄霧狀況 東半部地區天氣晴朗在白天 早晚的時候倒是東風帶點水氣進來 來看看今天一天溫度的狀況 外島地區溫度仍然偏低 但你可以注意天氣都開始好轉 中午以後陽光露臉 台灣本島部分 由南往北雨的部分要逐漸停了 而在北部地區到了今天傍晚以後開始 雲層量也會減少 東半部的花蓮以南多雲時勤 小叮嚀兩件事情要提醒 外出早晚穿著仍然要保暖 夜晚山區有農物 山區行車朋友要小心